土豆大王 欢迎来到土豆大王 林凡奇奇怪怪 100种土豆做法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绝美味道 绝世无敌 飘香万里的螺蛳粉炒土豆 我们要做炒的 不是你们说的那种随随便便就 煮一下放几头土豆进去的 是有步骤有讲究有研究的 那么我们就第一步 冷水给它过一下水给它煮一下 记得一定要用冷水 我们用冷水就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让它变得Q弹 QQ弹弹 在煮的同时呢我们就开始吧 开始削土豆了 平时你自己会自下买螺蛳粉吃吗 就是我以前就是 接受不了螺蛳粉这个味道 包括就是我们 大家都喜欢吃我也接受不了 但是直到有一天 去了林小宅的宿舍 然后其实我当时还是没有很喜欢吃 我家附近有叫外卖的螺蛳粉 绝美那个味道 从此以后我就爱上了螺蛳粉 最近又没怎么吃了 吃一段空一段的 来 我们把土豆切成土豆 哇 我这刀真的变好用了 正反一千次 其实螺蛳粉的这个 我觉得还是得给它炸一下 我觉得光炒的话这个土豆不香 就是把它炸的那种焦焦的 泡在那个汁里面 应该会很好吃 所以我现在要先把土豆炸一下 这个工序还是有点复杂的吧 洗一下这个淀粉 炸的时候更清爽一些 就不用煮的那种很烫很热的 我就炒 炒了然后也可以吃 等它凉了你也可以吃 就是说很适合夏天 你可以把它放进冰箱里面冰冻之后再吃 我们先来炸土豆 OK 起锅烧油 把土豆炸一炸 为了防止它溅到了 直接盖起来看你往哪儿崩 好了 我们都翻出好了 不过空盘暂时 可以列举三个你的好友当中 喜欢吃螺丝粉排名的人吗 在我印象中只有林小宅 跟朱铃鱼喜欢吃的 林凡还有我的朋友 我们这个土豆啊 还是要采取就是 之前做的那个爆炸三角土豆的 那个做法 就是那个火候 要得外面给它炸的这个焦焦的 最好给它炸 最好这次我们就给它炸出锅巴来 炸出锅巴需要多少吗 你不会看吗 等会炸出锅巴 你翻有锅巴就可以了 这我没数过 那我当然数一二三四 有粉丝说 深夜每一次你星期五晚上发 深夜看的话都会非常非常的热 你有什么话想对这群粉丝说的吗 所以这才是挑周五的原因 工作的放假这两天 学生放假 星期五就吃啊 放肆吃起来 哇你看这酥酥黄黄的 就是感觉叫黄焦黄焦的 差不多了已经把它盛出备用啊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炒这个螺蛳粉的料了 先放它的这个 把火挂一下太烫了 先放它的这个辣油包 再它的木耳 蘑菇干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那个 辣的程度啊 然后下它这个 下它这个辣油的那个味道 就是先把它里面的那种各种配菜全部下下去 然后用油炒一下 好臭啊 开一下这个 再加入辅酥 以及花生 下点辅酥 点睛灵魂 绝了 太绝了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加一点点水 给它小焖一下 让它这个土豆也能吸它这个汁 你们去年有粉条吗 对我们那边有的粉条用来炖鸡 是素的那个特别好吃 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对也不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 反正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粉 最后加入 酸醋 酸醋包 做好了再撒点葱的话我们自己去吃 哦 香不香看起来说很棒 你说宵夜 宝德店口舌 宵夜能拿一碗这个就绝了 这闻钱是臭的 吃钱是香的 这样一碗螺蛳粉 土豆干拌就做好了 看这土豆 不知道怎么样 然后土豆 好好吃啊 天啊太棒了 再见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